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们做她的个人的艺术成长过程 因为她是女性嘛 所以她的作品里面 充持了很多女性主义艺术的观念 理念 作为艺术家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能够深刻地认识你的自我 因为你就会发现 你的灵魂深处的 女性意识的存在 所以她的作品 我们在观察她的作品的时候 就可以很好地去理解这一点 那么在这里呢 也很多人也是新的朋友吧 所以我还想再一次解释一下 关于女性主义艺术家联盟的内容 和一些我们的主张 华人女性艺术家联盟 是以女性主义的理念 为指导思想 团结所有愿意 为争取和维护女性群体利益的 艺术家策展人和理论家 共同创造一个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和谐的环节 为那些以艺术语言作为反思社会文化结构 性别意识的海内外女性艺术家提供机会和发声的渠道 支持她们用当代艺术的语言来质疑现存社会的不理合理性 尤其关注转型的社会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特有的情感 心理和社会问题 这是我们做这个女性主义艺术家联盟的一个主要的宗旨 我们还有一个网站 等一下我会把网站发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里去观察一下 也欢迎所有在座的女性艺术家 包括男性 他如果是对关心女性艺术或者是关心女性权益 能够和我们一起成为一个战营的 也欢迎他们参加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冯家丽的他的一个简单的简历 最主要的还是大家听他的讲座 看他的幻灯片的时候进一步去理解 这个冯家丽他是重庆人 是1990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游画系 获得文学学术学位 在199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第六届油画研修班 现在是一个职业艺术家 他从今在纽约 卢森堡德国 巴塞尔 布拉格 南美 布达佩斯 澳门 香港 古巴 中国等地举办了百余次的展示 1998年成立了赛源艺术工作室 并获得了世纪女性艺术展 女性艺术学社奖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奖 女性艺术双美展学术奖的项目 我有一点我感觉这个我还不知道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因为我是很久很早就出国 是86年出国 所以国内的很多的事情呢 当代艺术包括八九年的当代艺术大展 都没有参加 所以国内的很多事情 我并不是非常了解 赛源艺术工作室 是1998年成立的 这其中呢是有四名成员 有那个袁耀敏 李红 崔低文 冯嘉丽 非常美丽的四个 从古希腊神话里面说 四个耀敏 他们 因为古希腊神话 它是男权社会 男权父权社会的一种艺术构造 所以呢 他们是用了这种形式出现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揭示了父权社会 将女性社会牵使 同时呢 也设为是魔鬼 是一个统一的外美内论的一种形象 他们这个小组的成绩 我觉得非常的入质 在90年代 中国那个 有一股全体的浪潮 浪潮呢 也感染到了 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 但后来呢 就没有 最关键的就是说 他们没有得到支持 我看过他的幻灯片 非常震撼 所以呢 这次我发了很多的通知 能因不同的语言在同一个时空里 在交流 其实我从北京到纽约来之前 我觉得好像理性艺术 是不是可以不用谈呢 无论早期做理性艺术的艺术家 或者是学术方面都觉得 可有可无的一件事 至少有这种趋势 但是我到纽约来之后 我认为不 其实每个人 每个族裔 每个族民 包括原住民 少数族裔文化 这种风俗啊 还有审美趣味啊 都应该得到展示 我有一次跟胡敏 我们去拜访了 郭总老师 我也了解到就是 理性主义 其实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发扬 去维护 那作为我的话 是中国应该说是最早 我们赛人艺术工作室 是中国最早的 以女性主义 作为姿态的 女性主义的工作小组吧 然后我们成立于1998年 我们赛人艺术工作室 成立于1998年 那一年呢 正好是 较方周老师策划的 四季女性大展 同时在中国美术馆 当时呢 我们因为参加这个 参加这个四季女性 艺术展览的同时呢 我们四位女艺术家 在贾航周老师的 介绍之下吧 我们共同成立了 三名艺术工作室 三名艺术工作室 当时有袁耀明 李红 崔秀文和我 我们共同成立了 作为有 中国第一个 民间性质的 女性艺术家小组 由四位 年龄相近 一属个性 疏异而共同鼎持 女性主义精神的 女性艺术家 我们既是创始人 也是工作室成员 赛人的精神象征 是从祖希腊 神话中的海妖 他们居住在 美丽的赛人岛上 当奥德修士 在远东族中 与他们相遇的时候 想起了先知 哈特阿尔克的语言 当你经过赛人 李妖居住的海岛时 李妖们会有 优美的声音 吸引你们 你们必须用 那把耳 自己的朋友们的耳朵 塞起来 不让他们听到 你的歌声 如果你自己想 听到他们的歌声 就叫朋友 先把自己绑住 绑在围栏上 你越是请求 他们放下 他们就越是 一直把你红紧 这是赛人的精神象征 文化颤识 赛人的神话原型 是一个不全自 女获论的典型版本 你全自美学 将理性视为天使 以魔鬼统一的 外美泪弱的红等骷髅 以此排斥 典型 理性的智慧 和理性艺术的精神魅力 我们认为 任何傲的修身 所依放的男权 和渔民代码都必 必然要遭到解决的命运 因为只有美 才能拯救人类 这就是呼唤世界更多的 倾听女性的中心 让更多的 具备女性品质 和顶部 监狱 那都是当初我们赛人 艺术工作室的 所有的宣传 赛人的歌声 是女性艺术 灿烂的魅力 和智慧的召唤 赛人艺术工作室的 以赛人两句歌词 作为私信的监狱 没有一支船 能死过美丽的赛人岛 除非坐手倾听 我们美妙的歌声 当时我们还把这两句话 定在了我们的名片上面 中子 赛人艺术工作室 与赛人作为 天神象征和女性文化 探史代码 通过人类文化遗产 和视觉自权的当代转化 确立自身的使命和责任 反对男权中心主义 秉持女性主义的艺术理想 团结国际间的女性艺术工作者 共同开发女性文化资源 提倡点力情谊 尊重成年的艺术个性差异 看守女性的发展情绪 会以当代女性艺术 输入新的精神和经验 工作室每年独自举办 至少一次展览 工作室举办一次内部观摩展 在每年年底 工作室成员除了以集体的名义 参加各种学术和艺术展和学术活动之外 也鼓励成员以各类的名义 和身份参加有意义的艺术展和学术活动 工作室定期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的资讯 包括成员的艺术档案 新作品 录像 影像 论坛话语 作品介绍的 工作室举从架上 同事架上艺术 由画艺术为主的创作之外 还不定期地 以集体或个人 进行非架上艺术活动 好 这就是当时我们 在于艺术工作室成员的 创贴 我们有一个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 创贴吧 也算是宣传 我们艺术工作室 这就是崔秀文 这是我 这是袁耀宁 这是我们的作品 还有 这就是我们 刚才所介绍的 那些内容 这是崔秀文的 这是我的 我的两张作品 这是李宏的 字体有点小 但是很看得清楚标题了 闹闭了下 这是袁耀宁 袁耀宁 他当时 他的这个作品吧 是你看他这些 从丁马俑来的 那些那些身体 头呢 也是男性的 这都是一些观念 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 因为当时 导致老师也参与到我们这个 把我们这个 三里艺术工作室的 很多项目 他都参与进来 一会儿可以让他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他也在 这就是 是崔秀文的 崔秀文的 崔秀文 他这个 他这个作品 大家应该知道 他是一种 反名字 你看 通常我们是在 艺术院校 或者是 男性的 这个画作中间呢 都是 女性的身体 被男性 注视 但是他这个作品呢 就是完全反过来了 男性作为模特儿 女性作为一个观者 这就是当时 很多学者 低评价什么的 说写的我们 我们的那些文章 太多了 当时这个工作室 成立以后 在那个 四季女性 展览上 就获得了一个 很大的奖项 那个奖项叫 理性艺术学色奖 同时 李红 好像当时还单独 获得了一个 单向的奖项 非常的震撼吧 因为 中国从来没有一个 标榜 自己是理性主义 的一个工作室 对于中国 当时的理性来说 是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事件 这就是我们四个人 崔秀文 我 李红 李尔明 这个不是 因为当时 好像已经在美国 这是我的 我的个展 上面 我们几个人 在一起的照片 但是艺术工作室 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一会儿 接下来 我们可以大家讨论 然后相同时期的作品 就是我在 赛顿艺术工作室 这一段时间 我创作的 一个作品 我介绍一下 就是 德莲普系 1995年 2000年 周五身平 当时我的主要标志 就是粉脸 粉脸 普系 就是每个人 女性都可以 有一张假脸 但是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肤色 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他们的形象 是可以掩饰 就是 右边这位 是我们当时 是在北京的时候 我的室友 刘海英 我们每天 无所事事 在北京就不知道 就真的是躺平了 就不知道 这个未来是什么 非常迷茫 所以我就画了一批 这样的 这样的作品 这个摩穿 是以我妹妹 这位形象 这些作品 都是被当时 被各大机构 诗人 收藏 这件作品 当时是在 意大利的一个 这件作品 有紧急了的画背景 当时是 意大利的一个学者 他收藏的 在90年代 和2000年左右吧 中国女性艺术 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地火爆 我认为当时 但是现在 逐渐逐渐 大家都 好像都 都淡出了 这样一种考虑 这是我的作品 这个是 四合院画廊 收藏 这里应该是 当时 繁浪会上 就应该是 被收藏了 这个是 游森堡的 一个画廊 收藏了 这个 那我 因为作品太多 我就 已经剪取了部分 那我接下来 谈论下一个部分 律石系列 这件作品 也是被 德国的 一个诗人收藏 你看背景这些呢 是还是有 传统的那些 刺绣的那个 背面的那些图案吧 然后 绿缸这些有 某些用品 新用品 还是有很多 暗域在里面 所以 浴室系列 也是很多 在作品 也是剪了部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谈那个 手工与媒体的观念 小霞装护神 那我主要是 要解释一下 那个 小霞装的来历 讲到 它是由一个 一个 一个故事 一个有点 残酷的故事 来 来 比喻我这个作品的 名称 叫 小霞装 那什么是 小霞装呢 小霞装 它主要是 它主要是 来自于一个故事 魏文帝的一个故事 它的爱 爱妾 天灵云的 与它的 夜来叫 夜来是 爱文帝 爱妾 天灵云的别名 它呢 是 非常善于 制作 手工 我还是以图片形式 为大家展示吧 所有的 这些 牛仔裤 都是 从朋友的 就是送给我的 旧的那些 牛仔裤上面 我有重复第二次在做了绘画 四绣 大量的运用了 这种生活中的 那些 生活用品吧 旅行生活用品 纽扣啊 这些 把废旧的物品 通过再次创作 绘画 然后重新 重新诠释一种新的意义 就是牛仔裤 这些作品 当时也是在德国的 我的个人上 都得到了展示 牛彩 丝线 柳扣 玻璃球 等等 所有能够用到的 就是在 女性日常生活中 能用到的这些 特别不起眼的 这些作品 这些材料 都用上了这些作品 大量的手工 有很多文字 对 家里你要把你的麦克风 按Mute 你要把你麦克风 按Mute 家里 好的吗 刚才搞错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的 就是小霞庄部分 就应该 就是这些了 小霞庄这个 就这一部分的作品 也是很多展览 都有展出 都有展出 我还准备 什么时候 有机会 到柳页 再来做一次 时装表演 我以小霞庄的形式 来前线 然后就下一部分 交往录 这一部分呢 着是在谈语上面 是在进行创作 谈语 大家都知道 是干什么的 把这些美丽的 女性的头像 画在这个谈语上面 这也是特别 有繁衡的秘密的 我今天 这主要是 大部分的展示 还是以普遍为止 就是这些作品 都是 都是赛云艺术工作室 相关时期的 我的作品 这些也都参加了 在很多的展览 那个时候 女性艺术在中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很火 就不像现在 像郭老师说的 我们女性好像 还要不断地争取 好像在中国 二十多年以前 就已经早就 很火了 大家都非常重视 女性艺术 而且当然通过 这种女性 不断地努力 从最早的 传染上面 完全没有 女性地参加 到后来 不断地 有女性的 参加一些大展 甚至于像 我们工作室的 崔秀文 是成为 当时 他是我们工作室 最小的一位 但是他后来成为 一个国际上 非常知名的 艺术家 李红 当时也是非常非常 有才气 他的作品 和他的小说 都是以 理性主义作为创作 他是最 最强烈地 要表达 理性主义的 一个艺术家 这个就是在 边上面 的一些创作 像这个 普罗 也是从我的老家 日穿那边的 父女用的 一些 日常生活的 契机 然后把 女性的 身体 画在这个上面 当时我 2000年的时候 我到纽约来 有一个 半年的 就是住管 在一个艺术机构 也创作了 这批作品 像这些作品 就应该 是在那个时候 创作的 然后下面就是 下面我来介绍 相关时期的 一件 剩余作品 当时我们 三年艺术工作室 成立不久 我就 怀孕了 怀孕之后 我做了一件 作品就是 认诚就是 艺术 后来 2009年的时候 我又加入了 另外一部 后面这些 字就是 女字部 就是 与 与 与性 有关的 一些 一些 最 理智部的字 比如说 好 妙 这些 特别赞免 与性的字 和 兼 最坏的字 也跟 理智部有关 我就把它 加入到 后面 比如说 这里有两部分 一部分 是 蝴蝶 代表一种 身体的 和精神的 一种 褪变 另外呢 是 字 就表示出 对于 母亲 对于 分面的 一种 亲分面的 一种担忧 这些作品 由 由那个 哈佛大学 出版社 出版了 是 约 约老师 当时 那个学者 叫什么 约 约什么 我忘了 记不清楚 他当时到北京来 跟我签了一个活动 就是 他要 他要写一段书 关于女性 身体 我介绍了 这一部分 就是 哈佛大学 出版社 出版了 然后 就到了 后三年时期的 创作 从 从98年 1998年 也是 其实也是从98年 开始 他实际上 是重叠的 但是 这一部分呢 我归为 后三年时期的 创作 因为我怀孕之后 要 要 要带孩子 因为好多事情 我们工作室 慢慢慢慢的 就开始 逐渐的 就解散了 每个人呢 都以自己的方式 做了自己的作品 像 李红 他就 当时好像 到了美国 他又开始 主要从事 一些 一些 那个小说的 那个创作了 追求文呢 可能从架上 已经走向了影像 袁耀敏呢 教学啊 孩子啊 这些 方方面面的 干扰吧 还有我呢 也要带孩子 对了说 我们的创作 就进入到 比较 自我的一期 创作里边 就不再 以工作室的形式 再做一些 展览 因为我这次到里面来 资料带的不是很全 有很多关于我们 三年时期的 一些创作的 图片 我们展览的 一些图片 都已经 就在这儿 就没有什么 更多的介绍 给大家 那我就 往后面说了 后三年时期的创作 这部分的创作叫 手工上彩时代 时代的女性肖像 这部分的肖像作品呢 它是手工上彩时代 它也是 当时我们 这个时代 我当时也就 十六七岁吧 刚刚改革开放 我们一帮小姐妹吧 我的妹妹同学什么的 我特别 喜欢拍照 然后在黑白照片上面 手工上一些色 然后也是 一种回忆吧 我是对那个时代的 一种回忆 女性对于 新生事物的渴望 画了一部分 这些作品 这是我的姐姐 这是我的同学 我们那个时候 也就只有十七八岁 从这一部分开始 我就从赛任 赛任时期的创作里 走出来了 得到另外一个围币 就开始表达 近我的情感 自我成长的一些经历 就这部分作品呢 是我 我对我十七八岁时候的 那种狂热 特别喜欢拍照 喜欢给朋友们 把刀子打扮 然后我们一起 一帮小姐妹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 但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 改革开放的一种 一种 一种表现的 那个时候女性 也有种女性 喜欢审美了 从那个时代 从我们的时代 走出来 也开始 也开始 你看 有不同的装扮 好 下一部分 随命 随着女儿的 在长大 然后又以她作为 模特 就画了一部分作品 当时女儿 女儿将 刀线队员 为她 以她作为形象 画了一部分 这四张作品叫 上下左右 但随着女儿的成长呢 其实对她的 你看女儿 住店住店 刚才从怀孕 那个照片 住店到她 这个时候已经死去了 加入了 少先队员 我真的是 非常的非常的 开心 因为当时 我的身份 我的成分 是一个 一个日本家的女儿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 加入少先队员的 所以我女儿 加入少先队员 其实她也实现了 我的梦想 这张作品 这个叫 《时刻准备》的 这张作品很大 四米 四米高 两米五宽 这是我创作时候的 小片 当时这张作品 画完以后 也参加了 《八十二艺术伯拉夫》 这些 相对比较小的 她拍了学校舍 环境的污染 对于 这些都是跟环境而关的 孩子的成长 跟环境 大环境的一些 一些表现的 然后这张呢 是当时 《抗云会》 《抗云会》 是2007年 还是2008年 应该是2008年 冲着的写作 接下来就是 这张作品 这张作品叫 《心比飞更难》 这张作品是 我的家乡 四川汶川地震 当时 汶川地震之后 我就 有好几个月 就不能画画了 不能创作 完全 完全沉浸在那种 非常悲痛的 那种状态里面 我当时也看到 很多艺术家创作 关于地震的 地震的一些 一些创作吧 一些演化创作 但是我都觉得 不能太直接 有的是 直接表现那种 肢体的被埋葬啊 被什么 反正我 我觉得 这那个作品 都没有真正的打动我 后来有一天 就是 我去接我的女儿 上学 我看了她那么 娇小的身体 我觉得一个女人的变化 可能都会随着 自己的 自己的情感变化吧 尤其是一个女人 有了孩子之后 她所有的感觉 都会从 像我早期 所画的那些 女性 无所事 是消费的 商业的 绝望的 那种 神态里面 出来 就画了一些 对于女儿的 期盼 对于女儿的担忧 把我的情感 和女儿的 女儿的成长 融入在一起的 一个创作 那这个 这个地震 这张 这张作品呢 跟这张作品也很大 是十米 很良力 六高 当时我 当时女儿 就坐 她就蹲在地下 她在我工作室 蹲在地下 就在那儿玩 我突然觉得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真是太有意义了 她在保护自己 但是同时 她好像什么 也没保护到 这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动作 所以当时我就说 妈妈给你拍一张照片 我要问你 画一张 画一地震的 你就坐于这个毛车 我就把它醒悟成一颗心 就要拯救了一颗心 当时 每天 电视台 中间电视台里的新闻 都是在播报 一阵 弹墙断底 学校被坍塌 孩子们被掩埋 我真的是哭着 就是完成了这件作品 非常非常地辛苦 画了这件作品 都不知道我收了多少 精神和身体双重 你看当时很瘦 作品很大 这就是我当时 画那个作品的时候 充满感情 在画的这件作品 画完之后吧 当时第四届 成都双联展 来选作品 他们就知道 我画了这件作品之后 然后就 邀请我去 参加了成都双联展 在成都双联展上 这件作品也被 有试人收藏了 我都没想到 那么大件作品 当时就被 作品收藏了 当时那个 洛飞也写了一段话 被虚与夜空 救助的爱雨 与女孩的洁白 泪光点点的繁星 与早熟的母子 永远的金字塔构图 含蓄阴柔的力量 在动静之间 生死之间 昨天 与明天 创通 与失所之间 这 浮世的 事欲 将悠难的 欲尽 伸展的 深邃而高远 为生的起 为食之爱恨 在红豆边也写 另外一位 车展人 也写了 写了一部分 关于 关于就是 这个 地震这张 如何我 接下来的 一些我要展示的 就是有话 都是由我女儿 为模特来 然后 我创作作题 回到刚才那段话 孙嘉丽的作品 富有女性特质 与女性经验的符号的 个人取向 她多于女性身体 作为女性经验的 生命状态的 视觉符号和 表达方式 无论是对生命 消失与废墟的感叹 还是对生命的 赞美与忧虑 都于身体 作为情感 与观念的载体 她的直接经验 来自于 汶川地震时 看到孩子们 摊喀的叫做 掩埋的悲惨经历 这些孩子 和自己的女儿 同名 从此 蓝色的兴风 被虚受伤的 被掩埋的孩子 成为艺术家 感叹生命的 情感自由 以至于 她面对女儿 清澈 干净 有蓝色 瓷装为主的 玉石中 散发 散发 开 飘逸的长发 伸展四肢 也会有感受 生命美药的同时 担忧起生命的脆弱 和发迹的秘密 这组烟纸戏 映含了 烟纸少女 勇与泳池 男与 干净与深邃 冰冷等 多层归于女性 结色的经验 的生命丝心 这就是由我女儿 作为创作的 由我女儿 创作的作品 非常多 接下来还有一组 好嘞 那接下来就 介绍墓园 这个系列 就是由我女儿 创作的 这个油画部分 其实也是很多的 我只是选取了部分 作为主要的介绍的 墓园这组作品呢 是以 大家都知道 应该知道 这是以什么为主了吧 因为我是重庆人 我从小 我是重庆 沙平坝人 这个墓园 就在我们 沙平坝 我从小就在 这个墓园 就是玩耍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 那么多家长 抱着这些树 在那儿哭 就抱着树 翻来转来 再去哭 我们小孩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知道 他们在那儿 后来打大了以后 才知道那是一座 红卫军墓园 这个埋葬的都是 当时十七八岁的吧 十七八岁 那个文革 有斗时候的一些 红卫军小将吧 他们可能觉得 这个里面 其实有很多派别 有什么反到底的 有八一五的 可能各种派别的人 当时在 在战斗中死掉以后 就埋葬在这个地方 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 就在沙平公园里边 现在这个墓园 已经进不去了 肯定要开放了 这部作品也很大 当时我 其实从99年 我和我妹妹两个 去拍这个摄影作品的时候 是到我开始创作 这个油画 已经过去了 19年还是18年 女儿也成长了 当时女儿已经上大学了 我才有勇气 去面对那么深冷的 一个题材 其实在过去 我是没有勇气去面对的 当时在画这部作品的时候 也是冬天吧 特别特别的蒙 题材到天气都特别的蒙 画完这部作品 我直接就生病了 这是当时是 好心中策划的一个展览 在西亚庄 叫旷野的一个展览 原定计划呢 这个作品要画24米 但是画到最后 也画不动了 框子也没有了 最后就19米就结束 其实两边应该还有 还有一个 但主体 主体部分就已经 化了 这是展览的现场 其实前面这部分 雕塑不是我的 是高增 他们的一件作品 但是我觉得它效果还挺好 效果还挺好 还有另外一种 意思 或者挂起来的 图片 这个作品是两米高 19米 现在看 这是我当时在工作室 创作时候的工作室 图片 就是一部 当时画这段画的时候 每天都在挤颜料 冲结油 颜料 我停地往上堆积 画得很厚 因为为了表达 表现那种 那种力量感 那种 那种 沧桑 那种 悲泣 那种情绪吧 每天都是 首先 到工作室 就几十罐颜料 挤上去 就开始画 这个画 这幅画里边 唯一可能有生命力的 就是这几只乌鸦 这都是 一些露碑 刻的一些枝 好像画了三只乌鸦 刚才有了 这也有了 我都有三只 操作的成绩 这都是一些花絮 花絮 有狗狗 陪着我 每天对我们 两个一起画 这就是工作室 花絮 一会儿我会有一个短的视频 又是展示给大家 我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看看现场效果 好 那接下来我就往下走 好 那就是身份 这件作品呢 是一个综合材料的作品 它融合了我以上所有的 创作手法 比如说油画的 素描的 自绣的 综合材料的 图片的 所有的 当时是作为 作为一个礼物 给我的女儿的成人礼 这是导致 为这个作品写的 含褪之变 奉家丽星座 身份的教育叙事 身份 我以为身份认同 是一种文化研究的 一个重要概念 其基本含义是指 个人与特定社会 文化的认同 这个词与观色 现代人的终极追问 我是谁 从何来 到何处去 奉家丽的作品身份 不止于这个概念主题 和表现 的表现和一般故事 而是从他身为 母亲养育 女儿长大 成人的 具体 亲身经验 出发 以图文附赠的 图像方式 表征自我和社会 所构成的身份认同 养极 在社会一级 作品直接时 使用了若干 社会文本 显示出中国教育制度 从头到尾 都受到 全权全农式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 导致知识的纯粹性 和素人的理念 目标 渐行渐远 这种特殊性 差异性 已经成为国人的忧虑 隐忧 心病 以及无奈 启蒙无望 忽略互害 自不代言 而在自我一级 艺术家 综合图片 素描 原画 手工 语工 等综合手段 力不复原一个 有血有肉 女儿好血 着力于事象之外的 本身 女孩 形象 因此 社会与自我两级 构成了复杂的 世界章力 此作既有母亲艺术的情感 与表达对象 对女儿的映照 又对于女儿出走 镜像 与出僵化 权威文化 象征之心 终究要走向 如其既有 渐变过程的良愿 另外此作 并择取了艺术家 长期观察 积累 的不同时间的女儿形象 准切 准确 切入一个 普遍的社会交流问题 而 其视觉 那场 手法 是阴性的 意志 稳静 且能够多变的 她或许已经表明自己的愿景 身份认同 犹如惭愧 即便 独立而绝月 力准于心 这是当时导致 写的 她应该感情深受 因为她也是 孩子的爸爸 OK 这是我用了18 18件最有代表性的 那是她成长的时期 一些资料和图片吧 然后来作一礼物送给女儿 她出生时候的出生这一名小脚鸭子 女儿画的生日蛋糕 当时她画的这个作品呢 也是刊登在 一个 一个儿童画的一个封面吧 所以也是 对她来说也很有意义 这是她小时候的 照片 好 这是她打疫苗 这是她幼儿园的照片 她出生 她也出生在重庆 后来我们 老子去了清华以后 我们全家移居到了北京 她写的 12345 刚刚开始学习写字 这张照片是她的第一个身份照片 三岁去幼儿园的时候 这是幼儿园 当时清华幼儿园吧 老师每周 她是住 因为我 其实说 说实话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我为了自己要画画 要创作 要什么的 就把很小就把孩子送到诱人去了 她一直是全脱 每周回来以后 老师就要写一些意见 公司在学校怎么表现 然后每周呢 让家长要给学校回复 这张呢 是用了一些素描 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在课本上啊 什么的 画一些美女照片 至少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也用了这种方法来画我小 我女儿的另外一张身份证照片 就是她在学校老师给的奖励 就是女儿的书包 画了一张她另外一张身份证照片 她很多这种作品的 很多形象这个油画啊 都是以身份证照片来画的 这也是一个身份证照片 这是女儿加入少天队了 这是她的红领巾 这是女儿的校服 这个左边这个 也是画了一张她的身份证照片 加入少天队里拍的身份证照片 这是女儿的课本 在课本的这里也画的是她的身份证 只是用了铅笔和彩笔的方式 以前我们画 画老师 画同学 画美女 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画 所以我借鉴了很多小时候的一些方法 就是刚才介绍的那张照片 我女儿加入少天队员 然后她在学校担任的一些职务 这是女儿获奖的一篇作文 她描写的春天 她是获得特等奖 我女儿从小就是写作方面 真是也很有天赋 所以经常会被老师当好学生 这也是她的另外一张身份照片 用的素描方式 清华附中 这张也是身份照片 但是用的就是综合材料了 就刺绣了 先画 画完以后就开始刺绣 用了很多手法 女儿的第一张身份证 就是她的附照 女儿后来到美国来上高中 这是她的毕业证 这是她参与到一个壁画的一个创作 所获得的一个奖项 所以她在中式选取的 她生命中最关键的节点吧 这就是她申请美国大学 所填的那些表 她当时在国际高中 这就是她当时的身份 也是身份照片 后来女儿长大成人了 18岁 那就18组照片吧 就是记录了女儿的成长 如何从中国的教育体制 逐渐走向国际 走向我们她自己认同的身份 这组作品 我是最后 最后为女儿创作的吧 之后就再没有为女儿创作作品了 但是这组 我送给女儿的成人礼物 我认为是 还是充满感情的 创作花絮 天天都在红 我的工作室大部分 有一个台子都是在红红红红绣 是以综合材料 综合材料 不问地貌 然后就是 补货 这是一组综合材料 真正的综合材料作品 也是参加全国美展 情人奖的作品 其实它每一副都很小 只有12英米乘10英米 但是我创作了100张 用了各种线成物 把我上小莎装啊 还有一些 四绣用的那些材料吧 女性平常用的那些纽扣啊 支线啊 叠针啊 这些都全部用上去了 还用了还大量的用了一些 理智布的一些符号吧 像这些小丛字就是 每天 动作之前输出头 掉的头发 搓一搓 就放到上面 就做一小丛字 当我展出的时候 有有有很多 因为因为没法全部展出出来 我就展出了一些皮部 一线成物 用了一种牵丝的一个方法 牵丝 之后这个上面就是用的树纸 最后 在上面 把这些所有的植物啊 这些都凝固在里面 用的树纸 这些是一些树纸 OK 好 到了下一部分呢 这就是跟疫情相关的 一件作品 也是用了 线成物和刺绣的方法 脑子就是要说 那些作品 都是当时的一些新闻事件 这就是那些故事 要去武汉资源的时候 把头发剂光了 故事在流泪 这故事接下来口罩之后 脸上的那些 勒痕 张手都 都已经烂了 我当时的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新闻照片 然后我又用了一些 接下来的部分 有一些影像 好 那这个 这两个当时 应该是一个 意大利的两个 夫妇两个 好像当时 李德 李德是 因为德行冠死掉了 那个男的 好像也去照顾他 也死掉了 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这也是一个 新闻照片 这个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他是 我在贵州时候 的认识的一个医生 你知道贵州 在中国的时候 是资源 医疗资源 是非常的 缺乏的 但是当时 我的一个 朋友 和弟弟吧 他也是 去 去武汉资源 去了 他是我唯一认识的 一个医生 去武汉 当时 道别的时候 对他老婆 两个生理 死别的 那个 那个场景 真的是很感动 我还为了他们 画了另外一张 画了一张油画 接下来 我要介绍 我的另外一部分 作品 自然赋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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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组作品 其实是有两部分 我今天主要是介绍 北京的这部分吧 那什么是自然赋媚 介绍一下 这个理论观念是 德国社会学家 塔克斯韦伯指出的 赋媚或反媚 相对于趣媚 因为现代工业化 通商社会 为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不需牺牲自然环境 和自然神美 魅力 使人类赖以生存的 生态 整体失去的平衡 也包括对原住民 小数族裔文化 风俗 神美趣味的进行 标准化 实义化的整次 使得深深不息 资源遭到割裂 以及毁气 自然的赋媚 倡导野现生命力的 张扬和失信 生存的神美体验 以对抗人与自然 日益疏远 生命力干扯 忽畏缩的非生态的 现实世界 旨在从而解构 人类中心主义式的 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并建构具有 生存生态主义意义的 生态整体主义联络观 总经部分 大量的刺绣 先是在那个 堤坝上 一个刚做的堤坝上 一会儿有事情 给大家再补充一下 就更直观一些 这些都是大坝里面的 那些植物 那些刺绣 当时我请了一位 我们上院村的一位妇女 一直在帮我绣 绣了几年 我们俩共同完成了 这个作品 好精神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的帮忙 中展示作品 这些作品都很大 这样看的话 看不出她的局部了 一会儿会有一些图片 大量的刺绣 主要是手工 其实这里边 还有也有很多 理智部的一些制 其实我还是跟早期的一些观念结合 结合起来 一些昆虫 这些其实不是画上去的 都是从地摊上面 我们北京 我那个工作室在昌平 一个农村 找市里面副里卖的那些 辣鞋底的那些黑线 白线 主要是这些 这个画面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布 是做豆包的 做什么 做豆腐的 那个布叫豆包布 我买的那些 都特别廉价的那些 一些材料 来创作的这些豆腐 这个 这个就是满秀的 整个 整个画面都是用 白线缝了一遍 纳斜点的 纳了一遍 这个工程还是很大的 一些工程 这是一个装置作品 但同时也是秀的 那双面 这样看不出来 它实际上是 一面绣的石头 一面绣的一些昆虫 和一些植物 然后展示的时候呢 又用了一些现成物 所以 贴在上面 一会儿我会有展示空间的 一些造型给大家 这都是手绢 有的手绢都是我 我女儿小时候用过的 一些手绢 所以我也把它 用来创作 三水长剑 这个有22米 就是一些 三水长剑的一些局部 如果我要展示 22米的长剑的话 可能什么也看不见 就是视频里面是有 我先给大家看一些局部 这些昆虫植物 都是自绣上去的 全部都是绣上去的 当时绣完以后 我的右手 直接就得了那个 叫什么剑翘 剑翘郎总 还去做了两次手绢 太辛苦了 大量的工作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有那么大的 那么大的动力 九年的时间来创作 这一件作品 当然同时在做 这个作品的同时 也会有其他的 一些艺术形式的创作 但这个 持续九年 全是秀的 除了这个石头的那个印记以外 其他都是绣上去的 好 就是在匈牙利的展出的 这个三水长卷 也都没有完全展开 大概就是这个形式 主要是以黑白为 为主要的色彩 我当时是从那个 找事上面 买了一皮布 一皮布 就铺在那个大巴上 直接踏了一个 踏了一个 像中国三水一样的 一个形状出来 然后开始创作 装表呢 后面是亚麻布 这部分是亚麻布 就在那个空间 这是在南非 南非的展览 这是在 在汉威 北京汉威国际艺术中心 我的个展 就是当时展出的场景 同时我还画了 十里的 有几个叫 叫石须的油画 就很可惜 因为它又展厅 有很多柱子 这个油画呢 实际上应该是 放在一起展的 它才有一种 整体效果 有种力量 但是 因为这些柱子 就隔开了 这个三水长剑 就放在这个 展厅的地面上 最中央 这个是五米 五米高 这个作品 有五米 总共有 二十三条 二十三还是二十四条 我都数不清楚 就有很多人问我 这些作品 你究竟绣了多少 我说我也数不清楚 大概一百多吧 也大概 八九十吧 因为没了的缝 我也不知道 我缝了多少 这就是我个展的现场 这些石头 石虚的作品 就分散了 当时这个展展的开幕式的时候 头一天告诉我 开幕式不能 没有开幕式 取消 在北京 在北京你说 九年的创作 做一个个展 临时说 不能开幕 在北京什么事都有可能 下事 这个展览 本来说是 转两个月 就因为不能开幕 而被长期的 这个空间被 被勒励 不能 不能 就是对外开放 后来朋友们要去看这个展览 只有打电话 偷偷地往里看 因此这个作品 展了半年的 持续了半年时间 说咱呢 还有偷偷摸摸的 都是三岁成见 当时胡敏来了 胡敏在现场 这个效果非常好 很震撼 胡敏多拍了好的照片 当时 就是这个 这个步 就是实际上 是 最开始是踏这个步 因为当时 我为什么要做 这组作品呢 一会儿有一个视频 我会给大家 大概其解说 解释一下吧 当时我生活在 我生活的那个北京 北边有一个水库 叫 叫淘一口水库 我们去的时候 那个水库还有水 很多水 没过几年 里边的水全部干 干枯了 完全没有水了 里边种上米 种上什么 生态完全被 被破坏 我就做了一个行为 行为的大部 艺术吧 就祈福 祈福那个 祈祷那个水 早点 水库里的水 早点注入 就 做了这么一个 大地以后 当时在踏这个石树的时候呢 从石头凤里 有很多植物 完全的生命力 还在那儿 那种生长 就踏在那些 石头凤里边 后来回来以后 才创作了 后来这一只的字 都跟这一只有关 这就是双层 凤是石头 前面是动物 虫 植物 现成物 现成 这个展厅 有两千多平米 当时 拍的一只 看 这部分就介绍到这 当时 贾芳舟老师 写的一些 评论 很多人都写了一些评论 我就摘取了一部分 那我就读一下 贾芳舟老师 写的这一部分 如果说 两个大型油画作品 汶川大地震 墓园是他 的家乡 和家人的秘密 有关的 那么 后两件作品 就与他现在的 生存环境相关 生存环境的恶化 促使他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人的行为 对生存环境的冒犯 但在这样具有 普遍意义的观照中 他的表达 依然没有忘记 自己的 理性身份 和理性方式 他先以 怕硬的方式 将那些直接取自然之中 石还原到 布面之上 再围绕这些石 将刺绣的槽 从穿插期间 这样独特的处理方式 使他观照 自然的视觉 具有一种性别特征 而这一刻 则是冯嘉莉 一直以来 在不断扩展中的坚守 检守他的艺术身份 与艺术历程 到了花絮 这就是那个大坝 后来这个 这是后来 拍影像的时候 主拍的 那个时候都已经有水了 已经又有水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水 你看这个左边 全是玉米地 本来是应该有水的 到这一部分 都应该是水 这一部分 当时的场景 我做这个行为 祈祷水的时候 你看都没有水 请了一些村民 帮助我一起完成这个作品 这是我在创作 时需这组作品 这组作品也是两米乘十米 其实我是很喜欢创作一些大型一点的创作 文化创作 这是我的工作室 OK 好 最后一部分 我介绍一下我去年来纽约之前在贵州所做的一个稻田装具艺术 我为什么要重重介绍一下这件作品呢 因为我去年七个月在那边建一个从一个废墟中间建了一个移动房子 差不多那个时候吧 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快结束了 但中国还没有结束 所有的艺术家看到金灿灿的稻田 因为从春天种下去到秋收我们都参与到这个事情里边 所以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秋收完了以后 大家看到冲收的稻谷那么感动 其实人最终还是要对这种 对稻谷的敬畏 因为它养育了人类 其实我用了十月 它也是两种含义吧 一个是生命的 怀孕也要十月 然后稻谷的成熟 我时期也是在十月 稻田装置 装置完了以后 燃烧 当天晚上燃烧 贵州 贵州我们那个村子里边也有一帮艺术家 把车人是叫狗子 他 他真的是很聪明 因为这些稻田 很多航拍都是他拍的 不知道今天他带不着 他还给我编辑了一个视频的 一个花絮 这就是常拍 这就是十月这个庄子 非常大 请得当地的老百姓 一些不一族的那些妇女 给我缝的 那些祈福的那些包包 里面放了一些钱 放了一些稻米 他们把吃不完的那些稻谷 把每年还会晾成一种酒叫 双当酒 宰歌宰舞 有什么节庆活动都会拿出来 拿出来喝 非常的快乐 稻谷从远古而来 又走上地了 清风 因为当时给我创作 贵州的羊口 也是不一族的 非常奇妙 这是给我缝 缝布包的妇女 他们缝完以后 他们是说不一话嘛 他们聊天 他们的微信聊天 他们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 语言啊 等他们唱歌 他跟我的聊天都是唱歌 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就让别人翻译 翻译完了以后 把我感动得不得了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说 艺术家到了这个贫穷的村子里面 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收获 然后还为他们 做宣传 盖房子 这些妇女非常的勤劳 每天都在地理劳动 在家里带孩子 酿酒 做饭 当他们知道我需要这种 祈福的荷包的时候 他们都给我 给我缝 我的那个房子的梁花 上面把那个祈福的 那些荷包 也都是他们给我缝着 特别好 特别美 做的红蛋 也是祈福 当时 也是竹子吧 竹子做的一些刀切 这是五年 荷包 鸡蛋 姜当酒 柴米 海淡 这种作品也是表达 对于自然的敬畏吧 对自然的感激 对大地的感激 我之所以要以这种作品 来作为我 这次 讲座的结束 是因为我在这个村子里边 在疫情期间 这个村子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安务 当时在北京 回不去 各种 各种困难的时候 只有这个地方 没有人带手照 每天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吃 喝 种田 收货 收货 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 特别让我感动 以它作为结束吧 OK 我的作品 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 后面就是我的简历 这都不需要再介绍了 那我再放三个视频好吗 Hill 3 8 9 2 7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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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